时照开 余正生出席并讲话 系列报道20名原疆勤满天山 播出产役原疆增后继 国务院安委会巡查组向7省反馈第三批巡查情况 外交部博半岛核问题中国责任论 强调各方协调配合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助其部体保障基地成立 及部队出征仪式举行 央广时平全民健身已经动起来 场馆建设急需跟上去 巴黎和洛杉矶同时赢得奥运会承办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时代开播 今年1月8号 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 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 他在英国18年有所成后毅然回国 只因胸怀科技暴国之治 他带领400多名科学家 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 为我国寻天探地前海填补技术空白 忘我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席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 学习黄大年同志心有大我 志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学习他教书育人 赶为人先的敬业精神 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中国之声今天起播出系列报道 讲述他无愧于时代的奋斗故事与家国情怀 请听第一篇科研精英黄大年 采质央广记者刘百轩张英林 在黄大年办公室北印的墙上 贴着12张以1月份为单位的日历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住他在2016年里的日程安排 一天辗转多地 一次出差好几个星期 几乎成为一种常害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黄大年办公室的灯会一直亮到凌晨两三点钟 如果每天黑了 那一定是他有出差了 这是黄大年生前在埋涂科研之中 抽身出来做的多场汇报之一 他和团队所要攻克的难题 是如何尽早研发出国家集须的地球生物探测仪器 这不仅是一代科研人员的梦想 也是一个国家的占额需求 黄大年曾说 黄大年科研团队成员余平解释 这样的高端装备 国外长期对我国实施严格的禁运和技术封锁 而我们资主研发的装备 长期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 2009年 黄大年在海外工作生活的近20年后 依然从英国归来 投身科研之中 黄大年科研团队成员马国庆 有人说 黄大年心识不惜命 作为广西人 黄大年爱吃米粉 但他嫌汤汤汆水水的食物会延长师范的时间 总要求敌人帮他打到学校门口三元一岁的考虑里 可以一只手拿着啃 另一只手还能腾出来工作 马国庆 其实就是抱着一个说 我要尽管把我所掌握的知识 让国家更快地去追上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脚步 在日夜无休的攻坚课栏中 黄大年代理400多名科学家 在归国的7年时间里 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 我国深地探测领域多顺技术空白 就此填补 五年时间走过的西方发达国家 二十多年走过的艰难路程 他深嫌存疏 我就希望能尽自己分裂 能够把地下的两公里 这么更深的地下的隐属信息 真正看得清楚 让他全部通明 黄大年手机的封面图片 是一张英国剑桥的风景照 个性千名处写着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归来离去之间 黄大年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着不忘初心的爱国情怀 兑现着他在入党志愿书中 写下的那段誓言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属 不过是短暂的一切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房斑腾 呼啸加入现身者的滚滚浑流中 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我觉得这才是那山中 最值得骄傲和刺海的事情 详细报道 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做盘 要往记者冯烈报道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 将于7月17号到20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阿巴斯总统第四次访问 访问期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将分别同阿巴斯总统会谈会见 双方领导人将就 双方关系巴勒斯坦问题 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号到11号 在陕西阳陵保机考察 他强调 加快改革创新 补上民生短板 在推动西部开放开放中 促进经济发展升息 阳关记者马哲报道 北克强来到省西自贸实验区 阳陵骗区 非自贸区微信办执照等改革措施 予以肯定 听到实施引改增后 企业税负点心 税机扩大 产业率拉长 北克强十分高兴 他面与说 深化放管俗改革 关键要体现在群众评价上 老板 小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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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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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把这些维系的维系的维系的维系 而且我们从安就安捷导大 对 我们是内看 很快 在观看阳明重创田园全国展示时 几位创客介绍了土壤修复改良技术 北克强希望他们把技术与国家实施的土壤深松结合 改造更多中低产权 看到农业银公司打造银皮柴服务农民 北克强说 农业与互联网家等现代科技结合 会有利改变弱势产业地位 这就是杨丽业的 杨丽业这个书记应该找到这种事情 我们都在这 我们的外国人 不想要靠天 也就是靠明了 北克强到群岭深处大湾河村 沿着崎岖山路走进群众家中 与乡亲们围坐消谈 他并且说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空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和党共央国务院部署 切实做好脱贫空间工作 既要妥善解决村民安置和就业 也要创新思路 做好乡村染指开发 使搬迁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在秦川鸡床集团 得知企业内部建立大批双创平台 七八百员工成为创客 98%的产品按客户要求定制 李克强说 个性化需求日益成为市场主流 国企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握竞争主动 双创是大平台 让我们来以真正的发展中国的世界 专为中国走向实践 在宝基鸿门路彭户区 李克强要求加快彭户进步 他说做好基本民生兜底保障 是科技党委政府的职责 经过几年推进彭户 全国有八千万群众搬进新居 但拥有几千万人住在彭户区 要适应新型承认化进程 打改善他们基本居住条件 这项高明生扶持工作 做得更扎实 第六次全国对口智能新疆工作会议 7月9号到11号在新疆喀什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出席会议 并做重要讲话 央望记者焦银报道 于正生指出 2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 对口原家工作 仅仅围绕总目标 定位更加清晰 目标更加明确 重点更加突出 措施更加精准 为新疆社会稳定和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家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 得益于以习近平公职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 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得益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 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 得益于直言省市 讲政治 雇大局的权力推动 得益于广大原家干部人才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劳动 实践充分证明 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长期原家的工作方针 是完全正确的 广大原家干部人才是经得起考验和值得信赖的 明正声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勇于创新 在对口原家工作中 携带了宝贵经验 既坚持以新疆工作总路标为统领 坚持凝聚人心 康实常治久安基础 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 坚持发挥燃寿双风两个积极性 坚持健全制度科学管理 这些经验继续对以往原家工作的总结 也是今后原家工作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 明正声要求当前和进破一个时期 对口原家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的治疆方略和原家工作决策部署 在事关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根本性 基础性 长远性问题上精准发力 在对口原家广度拓展 深度挖掘 力度强化上很下功夫 不断提高对口原家综合效益 为建设团结和谐 繁荣富裕 文明进步 安学乐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第一 坚定不移地聚焦实现全面小康 推进脱贫分间 助推寿源币 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第二 坚定不移聚焦扩大就业 推动产业原家 产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 一头连着群政就业 是就业的主攻方向 必须积极闯到条件大力推进 第三 坚定不移聚焦 提高人口素质 推进教育原家 要坚持教育优先的原则 要采取有利措施加以推进 第四 坚定不移聚焦 增强时效推进干部人才原家 相比原家资金项目 干部人才是更重要的原家力量 要切实关心好 使用好 管理好 第五 坚定不移聚焦 民族团结推进交往交流交流 搭建多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 第六 坚定不移聚焦 夯实基础 推进基层建设 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 会表彰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亲近个人 在喀什期间 余正生还考察了新疆 气发华国服装有限公司 喀什中心手套有限公司 新疆工程新党支有限公司等企业 并深入便利紧流站 幼儿园 民族团结小区进行调研 系列报道《二十年岩浆勤满天山》 今天播出第三篇 《产业岩浆增后进》 才是央管记者林涛 张孝成 正央库处 罗亚图小伙 埃萨 阿布图 克林姆 在新疆小白信区乡库舟线 组织员工采摘枝图的信息 通过送送快计 通过送送快计到直江 客户下单 到收到后只需要两天 就能够吃到原产地 新疆的小白信 2015年 在杭州员工指挥部帮助下 麦刚哥的埃萨 增加阿里巴巴农村电商 普通因人才培训 转型做起电商 现在它不仅在杭州建立了 和平转运分仓 还成立国业合作社 谋划更大的梦想 接着咱们原将指挥部 这个平台 跟着我老师计划着 在浙江 人之一千万 把咱们这个项目做大做强 使用着公司能够找到上市 如今浙江十个永江城市 前头阿克苏八线一市 建计十个农村电商运营中心 服务员到300多个行政村 五千多名青年创业 驻刷网店一万多家 连带起上百二亩鱼罗基地 浙江原将指挥部副指挥长 阿克苏地区行属装员陈建中 王春电商的发展 有助于林岛农民 配交到达海产 有助于清液态的行政 四百公里外 喀什地区因沙县的 维吾尔族副里 孤立不出村就找到了工作 他和同村姐妹 在山东中信集团 因沙雷辛工厂整理手套 一个月有两千元收入 接下来 山东园长指挥部探索 总共加微信工厂生产模式 支援120多个劳动危机型项目 落户图点喀什农村 带动了6万多少数民众行动 就近就业 喀什中信鼠套厂复多人 宣言朱浩 他从来没开家 到外地区就业 然后我们就把 并空最多的一个环节 放到了我们乡里面 让他住进就地就业 密族当前 还要着眼长远发展 浙江广东将近的 园江省市 组织民营企业 组团细进 在南疆阿拉尔 通俗斯科等 兵团城市 建计线制工业城 机械装备城 和信息物流产业 集职区 匹配关联产业 完善生活设施 吸纳了5万多 目的和南疆小众 能使用到 兵团城里就业生活 折承泰州园长 指挥部指挥长 李宾 你谁又把产业 做强做大 才能更有效地 组织红统 其实一批 熟练的产业工作 和高速制的技术 不改 我们坚信 通过产业原疆的 不屑努力 一定能够助吹 冰团城南发展 2016年 新一龙对口原疆工作 实施以来 国家部 和19个原疆省市 累计引进 6100多个产业原疆项目 完成投资 9100多亿元 带动了 50万名次就业 极大促进了 新疆优势产业发展 增强了新疆 产业在此功能 安全生产委员会巡查组 向相关省级人民政府 反会第三批 安全生产巡查情况 通报巡查中 发现的问题 并提出整改意见 今年4月至5月 国务院安委会 7个巡查组 分别进驻北京 河北 浙江 福建 江西 重庆 宁夏等地区 开展了为期 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巡查 发现各地区 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基层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安全监管执法 和重点工作措施落实 等方面 存在突出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时 欢迎请您 广播电台 中国声声 新闻和报警战要 近日美国和日本等国 呼吁为解决朝核问题 中国应承担 更大责任 加大对抗施压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在昨天下午 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做出回应 阳光记者黄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指出 朝核问题的核心 是朝美矛盾 本质是安全问题 朝核问题的矛盾焦点 不是中方 推动当前局势紧张 升级的推手 也不是中方 解决朝核问题的要素 也不掌握在中方的手里 近来有人在半岛核问题上 渲染和突出所谓的 中国责任论 我想这要么是对半岛核问题 缺乏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企图推卸责任 耿爽表示 中方为解决半岛核问题 做出了不懈努力 自始至终 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 这是有目共睹的 与此同时 为缓解局势 解决问题 其他各方也应相向而行 当甩手掌柜不行 过河拆桥不行 背后捅刀更不行 如果中方在努力地灭火 有人却在交由 如果中方在不折不扣地 执行安理会的社朝决议 有人却在损害中方的合法权益 如果中方在为推进半岛的国家化 而做各方的工作 有人却在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 那么中方的努力 怎么能够取得成效 局势怎么能够得到缓和 半岛核问题 怎么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 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从中方一道 共同为推动半岛核问题 早日回到对话协商 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 做出努力 最后我要说 半岛核问题上的中国作用物 可以修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集部体保障基地成立 即部队出征仪式 昨天在广东 湛江某军党码头举行 请听记者 朱锡迪 望小润的报道 海军司令员沈金龙 宣读驻集部体保障基地 组建命令 并授予军期 海军政治委员苗华致辞 上午八时三十分时 仪式正式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集部体保障基地官兵 在井阳山界 东海岛船分区列队 宣诵部队的官兵 在码头整齐列队 海军司令员沈金龙 一声令下 搭载驻集部体保障基地 官兵的舰船 依此鸣笛 截拦起航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集部体建设保障基地 并派驻必要的军事人员 是中级两国政府 经过友好协商 做出的决定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该基地位于 集部体共和国首都 集部提示 主要为我在非洲和西亚方向 参与护航 维和 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 提供有效保障 也有利于我 更好执行军事合作 连演连训 撤侨护侨 应急救援等海外任务 与有关方面 共同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 福建深化林业改革 助推林下经济项目发展 有利促进林龙增收 林龙由过去靠山吃山 转变成靠山养山 靠山绿山的发展理念 请听央广记者彭建军 福建台记者林路 龙岩台记者吴丁岩的报道 黄绿宝以前是荣岩武平县万安镇上镇村的建党立卡贫用户 一家山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场景 去年开始 他加入武平县两野鲜密养风专业合作社 一边在合作社打工 一边自己养风 现在打工不是毒罪 我们现在里面比以前就好得多慢 林查生在两野山深处 村民秋光浮复 或许村民靠山吃山 没钱就砍树 临改后随着生态工艺林补偿机制的实施 以及两野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村民的发展理念发生改变 村里通过发展森林人家 及开展森林旅游康阳等项目 带动群众赐富 武平县林业局副局长钟德华说 因为林业生产周期长 在林农承包了三长以后 暂时没法砍树 这个时候政府就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 调动育林肚林的积极性 主要一块就是充分地去利用林地空间 去发展的林下经济 以及就是充分地利用良好的森林空间 搞森林旅游森林康养 还有就是发展林下的种植 林下的养殖这些项目 这个也是打到了林先生 充分地去挖掘 发挥好的我们 我有这个林地的经营田 据统计2016年 福建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616亿元 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包括广大林农在内的福建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近15000元 一些农雇从林业发展中获得的收入 已占其家庭收入一半以上 福建省林改以来 年均造林200万亩 覆盖率从2002年的60.52% 提高到65.95% 继续保持全国所位 烟管时平 全民健身已经动起来 场馆建设急需跟上去 转型曹波 林一暴走团 占据主路暴走 遭出租车冲转至一死二伤 这条新闹这两天成为热议焦点 近段时间 多地还爆出广场舞 大夜大妈抢占篮球场 高场期间巨头跳舞等 一系列新闻 在人们为规则意识争论的面红耳赤的背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体育场馆严重稀缺 欧阳文件曾明确提出 在城市社区建设15分钟健身圈 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然而尽管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建设 但与打造15分钟健身圈的规划 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不仅如此 相当多的体育场馆规划不切实际 一味追求大型先进 对普通居民中看不重要 体育场馆和设施的不足 与市民日益高涨的健身热情间 仍然存在较大矛盾 以曾经爆发篮球少年与广场舞老年人 争强场地事件的河南省洛阳市为例 该市体育场馆共计8721个 2016年常住人口达到680万 按照我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 33.9%计算 平均下来264个人共用一派场地 可见配套不足的严重场地 体育场馆不足 源自城市发展留下的旧账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 如何为市民保留一片健身的天地 则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过敏 面对困难 地方政府部门 岂要下定决心在城市规划中 为公共体育场馆流出足够空间 还要推动脑筋 充分利用好城市中的江河 湖畔等自然资源 使之与群众健身有机结合 更不妨解放思想 用新兴的共享模式等理念 精心设计机关学校 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馆开放的管理办法 谈活存量提高利用率 只有让体育场馆设施 遍布街头巷尾 社区商圈 才能最大程度的满足百姓 参与健身的强烈愿望 新闻动车组 三江原国家公园条例 事行将于8月1号 事行 我国快递业务量收 保持高位运行 全国旅游市场秩序综合 整治春季形状 立案800预期 请听报道 三江原国家公园条例 事行 共分8章77条 旨在规范 三江原国家公园 保护建设和管理活动 实现自然资源的持久保育 和永久利用 青海省人大法治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简松山 三江原国家公园 实行集中统一垂直管理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统一行使 国家公园内 自然保护区 地质公园 国际国家重要实地 水利风景区等 各类摆布地的管理职者 专用体制机制上 解决 解决这些问题 央广记者葛秀远 新明报道 国家邮政局 发布2017年 二季度 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 报告显示 我国快递业务 量收保持高位运行 全国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31.3% 日均快件处理量 超过1亿件 此外 国家邮政局 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监管研究处 负责人 耿燕表示 农村快递 成为快递业务 新的增长点 重点 快递企业在 乡政网点的覆盖率 基本上达到了82.6% 进一步畅通了 农村型建成和工业体 下乡的双向的流通渠道 快递加电商 加农业 成为精准福田的一个标配 江湖记者冯硕 北京报道 国家旅游局 监督管理司司长 刘克志介绍 春季行动期间 全国累计检查旅游企业 13410家 依然809起 其中已处罚 455起 罚款轻我 达到1288.31万元 经常 贵州海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以每人399元的团费 组织云南西方版纳6日游 属于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获得 贵阳市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 给予贵州海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停业整整一个月 并出30万元 罚款的行政出口 国家旅游局近日已发通知 部署开展旅游市场秩序 综合整治 暑期整顿 下一步还将开展秋冬会战争专项 整治行动 央管记者王凯 北京报道 中国航海日论坛昨天在浙江宁波举行 本届论坛以在阳思路风帆 共筑蓝色梦想为主旨 与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 围绕航运经济港口方展等主题 聚焦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顺利完成 停靠香港席间的各项任务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昨天上午驶离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在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航船 专州军营为辽宁舰编队举行颁送仪式 不少市民自发的为编队送别 感谢其为香港带来的珍贵记忆 中国武警部队与白俄罗斯内务部内卫部队 联合盾牌2017联合反恐训练 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近郊的 3214部队训练场启动 这是中国武警部队首次与白俄罗斯内务部内卫部队 进行联合反恐训练 首届国际青少年机器人全球挑战赛 将于7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 中国组成了由7名包装生和2名导师的代表队参赛 本次比赛将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代表队参赛 国际奥委会130届全会昨天一致决定 2024年和2028年的夏季奥委会的承办城市将同时产生 现在唯一的悬念是两个申办城市洛杉矶和巴黎 谁先举办 全会决定 洛杉矶巴黎和国际奥委会将在今天进行三方谈判 寻求敲定一份三方协议 通过谈判来决定哪个城市先举办奥运会 这意味原定于9月13号在立马举行的投票前 两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就已经决定 新华社分析称 从多方面的迹象来看 巴黎举办2024年奥运会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这一年正好是他们举办1924年奥运会100周年 中国之间重招直播 稍后的新闻作品将关注 摩苏尔解放 IS确认巴黛达底死亡 拉卡总工濒临城下 中东反恐是否进入尾声 长上600辆常扣车 洪水被淹 谁来底陪 这次新闻和报纸真要节目 编辑肖着涛刘倩如文喜 主播瑞东如芳 听众朋友 以上时间你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同报指摘要节目 好啊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說不知,周承若表現